我的房子要拆迁 男朋友为了占便宜 怂恿我把他的名字加进户口本里 我拒绝男友联合闺蜜 骗我买保险后 再亲手把我弄死 死后我才知道 他和我闺蜜早就勾搭在了一起 他们拿着我的巨额赔偿 假惺惺的求我原谅 啊 你不能怪我们 你再不死 描冒肚子里的孩子就瞒不住了 再次睁眼 回到了他们怂恿我家户口本的时候 我看着闺蜜的肚子 笑了 好啊 那就都填进来吧 这辈子 不让他们感受希望 怎么会彻底失望呢 然后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他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郑文现在开始 啊 你就把我们的名字填上去吧 就是啊 人家都说户口本只有一个人不吉利的 我和阿俊正好帮你镇宅 熟悉的话语传来 我转过头 看到正在拼命换我胳膊 半可爱的张淼淼 而另一边 是一脸期盼地看着我的赵家俊 一阵错愕后 我缓缓回神 我重生了 我回到了一切痛苦 都还没开始的这天 上一世 拆迁的通知刚下来 赵家俊和张淼淼便串通仪器 不断在我耳边吹着 让我将他们加在新户口本上的风 我当然不同意 但他们的理由层出不穷 一会是户口本上一个人损祖运 一会是自己没钱买房 赵家俊甚至找来他的爸妈 在我面前演了好大一出戏 似乎我不同意把他们 加在户口本上 我就是最大恶极 可不等我再次拒绝 政策变了 三年前就在户口本上的人 才有资格分到拆迁款和赔偿新房 也就是说 不管他们加不加户口本 都分不到房 我松了一口气 可没想到 等我领完赔偿金和新房药时候 他就带我去办了一份大恶意外险 他装出一副眉飞色舞的样子 安 你可是咱们家的大功臣 必须得用保险好好保护起来 我知道你最亲近的人 只剩下我和淼淼了 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谁都没有想到 就是在这所谓的庆祝晚餐上 这两个被我认为最亲的人 竟然联手杀了我 张淼淼负责不停给我劝酒 而赵家俊负责把醉酒昏迷的我 拖到他早就观察好的监控盲脚 等路过的货车压碎我的头骨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的确成功了 半个月后 他们拿着我的巨额保险金 在我的房子里庆祝 而这时 张淼淼的小腹 已经有了明显的突起 没想到 再次睁眼 我重生了 我看着这对孔密附件的狗男女 缓缓露出一个笑容 没问题呀 你们是我最亲的人了 当然应该这样 赵家俊 张淼淼 你们好好看着吧 最亲的人的下场 我能一口硬下来 是他们没想到的 我看着这两个人 眼神中闪过的惊喜 忍不住笑了 他们怎么以为 我会真的答应 这只不过是在让他们放松警惕 上辈子我死后才知道 这两人早就好上了 我继承了不少遗产的事 没瞒过张淼淼 他就让赵家俊 伪装成我最喜欢的男人类型 一步步接近我 只为了夺走我的钱 而拆迁 只不过是加速了他们的计划罢了 想到这里 我脸上的笑容发凉 既然他们一开始 就是串通好的同盟 那我的第一步 就分化他们的共同利益 过了几天 我约张淼淼出来喝咖啡 他眉烧眼角皆是喜色 以上一世的时间来看 估计是今天刚刚检查出了怀孕 按照往常的习惯 借着结账的人是我 张淼淼总是要点 最贵的咖啡和冰淇淋 但今天 可能是怕伤害到肚子里的孩子 他只点了一杯热牛奶 刚一见面 我就故作苦恼的跟他抱怨 昨天下午三点多 我听到阿隽和一个女人 在打电话 说什么房子的事 后来五点多的时候 阿隽又打了一遍 还是一样的事 你说 他那么着急上户口 该不会是和别人串通害我吧 张淼淼先是松了一口气 但在听完我的后半句时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五点的电话是打给他的 他肯定会怀疑 三点的电话又打给谁 很明显 张淼淼惦记着钱 生怕他俩计划败露 只能按下怀疑来安慰我 没过一会儿 他就借口说去洗手间 如果我没猜错 是去给赵家俊打电话了 我假装不知情 只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可以准备了 没几分钟后 张淼淼回来了 我看他脸色平和了不少 想来赵家俊没少哄他 只是 这一对哄人都要 躲躲藏藏的苦命鸳鸯 不让他们见上一面 怎么能行 我拍了张照片 给赵家俊发过去 我和淼淼喝咖啡呢 一起聊聊房子拆迁的事 你也来吧 别的事有可能 请不动赵家俊 但既然提到了房子 他绝对没有不来的道理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儿 我就在门口 看到了赵家俊的身影 而就在他身后不远处 正跟着一个 拿着玫瑰花束的男人 真不错 该来的人都已经到场了 我对张淼淼笑笑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先去趟厕所 不开溜 这场戏怎么演 在转角处望过去 刚好能清楚地 将整个餐厅的全貌 都收入眼中 张淼淼和赵家俊坐在一起 见我不在 他们二人越发 肆意妄为的眉目传情 让人看得恶心 我立刻用私信 指挥着玫瑰花男上前去 有钱能使鬼推磨 真是绝世真理 只见玫瑰花男上前一步 单膝跪下 那鲜红的玫瑰花 都快对到张淼淼的脸上了 帅哥鲜花摆在面前 张淼淼震惊了 玫瑰花男按照我教他的 嫌疑通暧昧的话 又提了自己有车有房 还连张淼淼身上的胎记 都说得一清二楚 一旁的赵家俊脸都绿了 他猛地站起来 就甩了张淼淼一巴掌 臭婊子 敢背着老子胡搞 这两个人能搞到一起 张淼淼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当即把桌子上的牛奶 泼到赵家俊身上 冰起包转身就走了 回过未来 打电话语气不善地问我 今天怎么不见了 我洋装惊讶 我还想问你呢 怎么一出来你们就没影了 张淼淼没想到 我会倒打一耙 当即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不过我平时太信任他们 而被骗得团团转的服 张淼淼没有对我说的话 多加怀疑 随便扯了几句敷衍我 他就挂了电话 我转过身 发现赵家俊端了一杯水 正在床尾看着我 眼睛暗沉沉的 和我对视后 他又换成了一副笑脸 安安 在说什么呢 看你脸色不太好 喝点水吧 我接过杯子 不动声色地 把他放在了床头 壮丝无意地跟他抱怨 阿俊 我感觉淼淼跟我 越走越远了 今天不是去喝咖啡吗 我刚从厕所出来 他就不知道去哪了 对了 你后面来了吗 赵家俊顿了顿 上前揽住我的肩膀 我刚好也有事 所以没去 安安 虽然我和张淼淼认识得早 但你才是我的女朋友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听到这个前奏 我就知道 他接下来肯定要说一些张淼淼的坏话 我假装不知情 面上却装出一副忧虑的模样 什么话 你快说吧 赵家俊果然不负我的期待 安安 其实张淼淼非常嫉妒你 经常在背地里和我说你看不起他 我怎么听你解释 他都不听的 见赵家俊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连忙像他希望的那样 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 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呢 淼淼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赵家俊道貌黯然的说出这句话 随后 赵家俊就开始喋喋不休的数罗张淼淼 我面上沉痛 心里却在冷笑 他不可能是良心发现 只不过是和张淼淼吵了架 怕张淼淼在他之前 对我说他的坏话罢了 但是赵家俊绝不会想到 在我枕着的枕头下 录音设备正在悠悠的亮着红光 虽然张淼淼和赵家俊 当天的确闹得不可开交 但我也没指望 这样就能让他们从此一拍两散 不过我还是实在低估了他们的下线 没想到既然只过了两天 这两个人便又如胶似漆的来找我了 当然 为的还是房子的事情 还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张淼淼挽着我的手臂 亲切的说 安安 上次你和我说的房子的事 我已经托人问好了 那边的人和我家里有些关系 虽然说难办 但是也答应试一试 只要你和阿俊结婚 再把我算作的妹妹认回去就好了 明明是他们 求我把他们俩迁到后口本上 现在倒变成我求他们办事了 反而笑着说 真的吗 淼淼 你真是靠谱 那我们去吃点东西庆祝一下 张淼淼和赵家俊看我答应的爽快 也没有怀疑 穿上衣服就跟我出门了 我领他们到了一家卖羊肉汤的饭店 最近天气冷 听说羊汤最滋补了 我殷勤的成了一碗 放在张淼淼的面前 淼淼 你可是我们办户口的功臣 第一碗你先来 乳白如玉的汤上还飘着丝丝缕缕的油花 在之前一向是张淼淼最爱喝的东西 但张淼淼刚闻到一点味道 便变了脸色 他捂着嘴 侧向一边的垃圾桶干藕 我洋装不解 关心的给他拍着后背顺气 淼淼 怎么了 这羊汤有什么问题吗 说着 我还咬了一勺 刻意在他面前尝了一下 没有什么怪味啊 你怎么 哦 我装作恍然大物的样子 怪不得你这段这段时间的表现正奇怪 这些爱吃的都不吃了 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张淼淼和赵家俊对视一眼 连忙哄我 没有 怎么会呢 就是有点恶心罢了 我狐一的在他们俩中间来回巡视 淼淼 我可从没听你说过有男朋友 而且 以我们的关系 你怎么都不带来给我看 难道这男的有什么不对吗 张淼淼还没开口 赵家俊就先一步听出了我话中的弦外之音 他连忙截断了张淼淼的话 淼淼 你谈的男朋友就带来给安安看他吗 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一起同床共枕了这么久 赵家俊刚一张嘴 我就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无非不是找一个演员来扮演男友之类的 但我怎么可能让他如意 我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对了 上次喝咖啡出来的时候 听周围的客人说好像是 有什么男人要骚扰你 还给你送了玫瑰花 淼淼 这你可不够意思 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就去那家咖啡店里问 此话一出 两个人的脸色纷纷变了 我知道 他们不敢读我真的去咖啡厅问 我洋装没看出他们的异样 他们气到 我同意你上我户口本 那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但是你肚子里如果真有来路不明的孩子 我可不能接受 张淼淼强装镇定 别开玩笑了 啊 我真的没有怀孕 我装作半信半疑 勉强开口 那好吧 我暂时信你 毕竟过两个月显怀 我也是能看出来的 自从我放下了那番话之后 又是好几天没有见到张淼淼 而我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正忙着将父母留给我的遗产 转成婚前个人财产 自然不会主动去联系他 转眼间 之前约定好户口办理的时间就要到了 张淼淼再也按捺不住 给我打了电话 给我一起出来聊后续的安排 我欣然赴约 在见到张淼淼的时候 他的脸颊销瘦了不少 遮了几层粉也盖不住的憔悴 看样子 赵家俊带他去流产了 我装不作样的惊呼一声 哎呀 你怎么气色这么不好 张淼淼的表情有一顺扭曲 他心里估计都已经恨死我了 但是脸上还是只能装作亲密的模样 安安 这是认清所需要的材料 你来看看 确认一下 我翻动着他已经装定好了的材料 心里不禁感慨 张淼淼真是为了这件事筹备良久 这份材料跟上一世一模一样 甚至都弄起了那些需要横跨几年的证明 但是张淼淼唯独忘了一件事 要证明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 必须要认定我俩的血缘关系 虽然公事的资料册上没有写出这一点 但是公证处是要看到纸质证明的 但我并没有提出异议 而是笑着说 你整理得真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办吧 我把阿俊叫上 张淼淼的神情有些抵触 我看出来了 但只是但笑不语 想也知道 这个流程肯定是赵家俊逼她的 来到公证处 果不其然 办理人员审查一番之后 告诉她还缺少一份DNA的鉴定报告 张淼淼顿时慌了眼 当初他们选中我的时候 最看重的就是我没有亲人 但在这种时候 没有亲人反倒成了最大的比端 见我们一行人犹豫不决 大厅中走过来一个黑衣男 黑衣男压低了声音 这个东西只是公证所需要的一个流程 不会特意去查验她的真假 你们是不是为拆迁房来的 张淼淼下意识想要否认 赵家俊眼底却闪过一道金光 他连忙承认 小声地问黑衣男 有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办法 黑衣男笑而不语 食指和中指并且搓了搓 赵家俊立刻上到地问 大哥你要多少 黑衣男比了个三字 赵家俊如释重负 三万 好的 我这就给您转到卡里 说着他就要去掏手机 但是被黑衣男按住了 黑衣男笑着说 三十万 三十万 张淼淼低呼出声 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钱 而且你这个东西靠不靠谱还两说 我们怎么能相信你 黑衣男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看见刚刚那对情侣媒 也是在我这里办的 不信你们就去问他们呀 拆迁赔偿款 一个人最少百万起步 这点钱都舍不得拿出来 就别想这种路子了 你不做 有的是人做 说完 黑衣男就要转身离开 赵家俊连忙截住他 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淼淼 转过头又对着黑衣男陪笑 你人吗 不懂事 你等等 大哥 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哈 赵家俊稳住了黑衣男 连忙过来 张淼淼还在因为孩子的事情生气 撅着嘴撇过脸 看都不愿意看一眼赵家俊 不过 赵家俊也没心思管他 而是直奔目标的看向我 安安 你也听到了 他要三十万 淼淼哪拿得出来那么多钱 你能能先帮他付了 等赔偿款一拿到 他就还给你 这也是咱三个人的钱吗 我装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阿俊 不是我不想给 只是你也知道 前两天 我不是买了一款咱俩的婚姻基金吗 钱现在也套不出来呀 听我这么说 赵家俊脸色阴沉 为了将我婚前的遗产 全部转成夫妻共同财产 他的确给我介绍了几款基金 只是没有想到 我买得这么快 要不这样吧 我装作想到了什么那样子 阿俊 我记得你还有差不多二十万的存款 和淼淼一起 先把这个付上吗 让我出钱的时候 赵家俊什么好话都能说 但一旦让他动钱 他可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见他露出那副为难的表情 张淼淼的脸色更难看了 不就是拆迁款吗 大不了咱不要了 我不办了 离拿到拆迁款 赔偿只差一步之咬 赵家俊自然不可能容忍 他煮熟的鸭子 就这么废了 他连忙攥住张淼淼的胳膊 非常肉痛的答应了我的这个提议 我也没说不拿 你急什么 你等着 把你的转过来 我现在就一起转过去 张淼淼也拿出了他的存款 凑在一起 终于凑够了三十万 黑衣男让他们等几天 他们不放心 黑衣男子把身份证押给了他们 我在旁边试试开口 县城就这么小 要真出什么事 他也跑不掉 最终 他们答应了 收下身份证就回去了 当晚 趁着赵家俊在洗澡 我打开许久不曾使用的这手机 开机后 上面果然跳出来一条短信提示 赵家俊向您的账户转账三十万人整 我满意的笑了 他们着急上户口 所以这种当肯定会上 而我 提前一天找到这位黑衣男 我给了他两万 让他陪我演一出这样的戏 他需要做的 只是在张淼淼付钱的时候 给出我的账号罢了 等着吧 这一世 我会利用他们的贪欲 掏空他们所有的积蓄 前期付出的成本越多 最后得不到回报的时候才越崩溃 眼看张淼淼马上就能上我的户口本了 赵家俊也坐不住了 他三番两次的催我去领证 但我故意用各种理由推托 一问起来就是结婚是件大事 我有点紧张 赵家俊为了践行他每天反复强调的 我一定会对你好 变得花样的哄我开心 还用他为数不多的存款 给我买了不少东西 就算这样 我也没想着松口 赵家俊肉眼可见的烦躁 有天晚上 我看他在阳台打了一个电话 没过几天 赵家俊的爸妈就来了 他妈一见面 就用那双小儿精明的眼睛盯着我转 像在菜市场挑白菜 不是阿姨说你 啊 你和家俊也老大不小了 还不定下来 我的乖孙孙可怎么办 上一世 因为我拒绝把赵家俊填到我的户口本上 他爸妈来闹了好大一场 这一世 他竟然又想顾忌重施 我笑了笑 阿姨 家俊身体不太好 我们没想过要孩子 他妈立刻瞪大了双眼 不要孩子怎么能行呢 在我们老家 没后是要让人戳几两骨的 你们就赶紧领证吧 孩子我给带 我故作苦恼的皱起了眉毛 可是 生小孩负担很大的 我的闺蜜就是 被折磨的受不了了 才做了人流 他立刻打断了我 呸呸呸 说什么折磨 都是时候好了惯的 当年我怀着家俊 也没见多难 我不紧不慢 抛出了最后一个炸弹 哦 那个闺蜜阿姨 你也一起吃过饭的 就是张淼淼 赵家俊他妈 还想使出他的无赖功夫 结果一听到 是张淼淼做了人流 吓得转身就走 我在他即将跨出门槛的时候 突然插了一句 对了 听说张淼淼的孩子 是 他妈一着急 连忙转头看向我 却没注意到 脚下的门槛 比以往的都拖出了不少 哎呀 他妈直接摔在地上 直接两眼一翻 最后昏了过去 我装作大惊失色的样子 给赵家俊打电话 去医院一查 骨折 赵家俊他妈早就知道 他和张淼淼的那档子是 可他不仅不管交儿子 还觉得 是我挡了他抱孙子 站在病房外面 我装作一脸沉痛 实则心里暗爽 虽然并不严重 但住院也是要一大笔钱 看着赵家俊阴阴沉的脸色 估计着他 仅剩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装出感动万分的样子 阿俊 这段时间 你对我的好 我都看在眼里 我觉得阿姨说的对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吧 希望阿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能快点好起来 赵家俊喜出望外 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安安 这是我给你买的戒指 虽然我目前负担不起 太精美的求婚现场 但我知道你不是那么物质的女孩 看着这没人造钻石的戒指 我憋笑憋得相当困难 我当然不物质 因为我的钱加起来 购买20个你 但我还是硬挤出了两滴眼泪 收下了这枚戒指 还约了张淼淼一起吃饭 美其名曰 跟他庆祝我们两个 终于修成正果 吃饭途中 我尽职尽责地表现了一个 即将新婚女孩 该有的羞涩和甜蜜 时不时还要忍着恶心 搂着赵家俊的胳膊说两句悄悄话 张淼淼脸都快气扭曲了 餐厅挂中撞了五点整 张淼淼的手机 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提示 他本想关掉屏幕 却在看到上面的字时 瞪大了双眼 我笑了 好戏 要开始了 而此时的赵家俊 还没有意识到什么 仍然在把切成小块的牛排 往我碗里放 张淼淼啊 那人极度成性 总是喜欢在别人面前说 酸安的坏话 赵家俊的声音 从张淼淼的手机里传出来 带着录音所特有的时针 他就看不得别人比他好 自己还说是要强 真是笑死了 对 长得也不行 能力也不行 还有一身的公主病 张淼淼当即变了脸色 他愤怒地站了起来 指着赵家俊 而赵家俊也慌乱地瞪大了双眼 他怎么也想不通 这种话 怎么会从张淼淼的手机里放出来 淼淼 你听我说 赵家俊慌乱地想要解释 但张淼淼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而是反手就甩了他一个巴掌 怒气冲冲地蹬着高跟鞋走了 赵家俊一时勤急 站起来就要追上去 但在看到一旁的我时 还是缓缓地坐了下来 我装出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你怎么能在外面那么说淼淼呢 赵家俊白口默辩 那些话我从来没说过 我不给他反驳的机会 直接打断了他 赵家俊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还不快去轰轰淼淼 赵家俊本就坐立难安 听我这么一说 立刻窜了出去 在他的背后 我冷冷地勾起嘴角 那录音当然是我发的定时软件 他也的确没说过后面那些话 但是现在 可是有一个东西叫做AI合成 我切着面前的牛排 感觉分外美味 这次 赵家俊哄好张淼淼的时间 明显长了很多 也是 他的钱基本都用来在我面前 装完美男友了 自然没什么花样 再去讨张淼淼的欢心 我装作完全没有看出来 他们这些暗流涌动 难得平静地吃完这餐饭 终于 两人回来了 同一时刻 黑衣男在我的事宜下 给张淼淼发了条短信 明天来拿资料 两个人都欣喜若狂 笑着跟我说 明天真的是个好日子 我们俩能同事上去户口本了 我也笑了 毕竟 他们有多开心 待会儿就有多崩溃 十分钟后 晚上七点 一条微博推送 让每个人的手机都亮了一下 赵家俊漫不经心地点开 就是一些普通的新闻推送 他的话语戛然而止 如果不是还有后续的计划 我真想大笑出声 今天就是那条 在户口本上不满三年的人 没有资格拿到拆迁赔偿款的 政策下来的那天 上一世 赵家俊看到这消息的时候 脸色就已经是精彩分成 而这一世 他更是掩饰不了愤怒 毕竟为了签户口 他可是把他所有的存款 都搭了进去 我装模作样的疑惑问他 怎么了 阿俊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赵家俊还想演示 但我已经看到了 他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我装出一副急切的样子 怎么办啊 阿俊 怎么会这样 为了办这个东西 我们付出那么多精力呢 这句话不提还好 一提起来 赵家俊一定会想起 他那个被迫流产的孩子 哦 对 估计还有那三十万 只见他的脸色越发难看 强撑着对我说了一句 要去打电话问问情况 就进了卫生间 他刚关上门的瞬间 我就在桌子底下 点开了手机上的开关 赵家俊还问过我 这段时间在忙什么 其实我只是趁他不在的时候 请了工人来将家里的 每一个角落都装上了气厅器 一阵沙沙声后 蓝牙耳机中 清晰地传来赵家俊说的话 别跟我叫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我先稳住他 你去保险公司 问问意外险赔付怎么算 没办法 老泽全部家当都压上去了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等他死了 就去找那半证的 拿回三十万 说完 赵家俊就挂断了电话 他刚刚三言两语 就谋划了一场谋杀 走出门来 竟然还能面色如常地对我说话 记得去选个赔数最高的 真虚伪啊 但我杨作不知 仍然像上一世那样 心疼地看着他 阿俊 你对我好我都知道 明天我们一起出去散散心吧 叫上淼淼一起 他应该也难过坏了 赵家俊正绞尽脑汁地想着 怎样跟我提起 明天去买保险的事 看我这样说 连忙顺水推舟 好啊 你就好好歇着 明天我给你俩当导游 赵家俊这个导游 当得果然是很称职 他带着我和张淼淼 七扭八扭地拐了一大圈 才装作无意间 看到路边的保险公司 张淼淼连忙开口 绘声绘色地讲述 他的同事怎样出了车祸 然后保险全额赔付的故事 赵家俊边听边赞同地点头 我看着这对双簧 他们无论怎么抛出话题 我也没有接话的意思 暗示没有用 赵家俊干脆开门见山了 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家身价最高的人 得好好保护起来 要不你买个保险吧 我看着他的笑脸 恍惚和上意是重叠了 我缓缓地展开一个微笑 好啊 不过听你们说保险这么好 那我们大家就都买一份吧 张淼淼和赵家俊不宜有他 按照我说的那样 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份大额意外险 我的受益人写赵家俊 而他们两个都写了我 签下名字的那一刻 我们三个都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 张淼淼的动作很快 第二天就买好了酒 说来庆祝我拆迁大吉 碰杯之后 赵家俊找借口出去一趟 我知道 他是去准备等一下捆我的麻绳 和去借把我拉走的车 张淼淼殷勤地给我劝酒 一杯接着一杯 恨不得直接往我嘴里倒 但他自己却说身体不舒服 只喝了几口 我不慌 突然看着张淼淼笑了 你不知道吧 阿俊昨天把我和他的保险单撤销了 他眼神似乎有些涣散 茫然地消化着我话里的内容 我重复了一遍 现在我们三个人 只有你有那个大额意外险了 张淼淼终于回过神 伪装被揭露这件事 让他无比愤怒 他挣扎着站起身 想要扑过来跟我撕打 我笑容不改 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 看着张淼淼在我面前倒下去 果然 他给我准备的药 比酒好用多了 还好 我早早就换了杯子 我把张淼淼和我身上的衣服调换了一下 又拉断了电闸 再用张淼淼的手机 给赵家俊发了一条消息 他睡着了 家里停电了 我先走了 弄完这一切 我飞快地出了房门 跳进前两天租的车上 没过一会儿 我就看到赵家俊鬼鬼祟祟地回来了 这一代的赵明都不太好 他自然不会发现 旁边还停着一辆车 更不会看出来被他扛出来的女人 其实是张淼淼 赵家俊再怎么狠毒 这毕竟是杀人 他也不敢再多确认 而是慌乱地把张淼淼塞进了后备箱 便驱车离去 我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上一世 我一直都在昏迷 也不知道这条路竟然这么漫长 由此可见 张淼淼和赵家俊为了让我死得天衣无缝 下了多大的本事 终于到了地方 赵家俊慌张地把张淼淼从车上拖下来 就要摆放在我上辈子死的那个位置 但本该一直昏迷的张淼淼突然发出了声音 我不意外 毕竟他并没有把整队喝完 张淼淼睁开眼睛 看到赵家俊的脸 他愤怒地发出了一声飞人的吼叫 赵家俊这才注意到 即将成为车轮下冤魂的人 竟然是张淼淼 他愣在原地 似乎想不通怎么会变成这样 张淼淼虽然醒了 但还不是很能控制自己的肢体 他艰难地蠕动着 拼命想撕打赵家俊 赵家俊低吼出声 怎么会是你 如果说张淼淼本来对我的话还心存疑虑 现在看到这个他们商议好的地方 心里肯定相信赵家俊想杀的是他了 所以此时赵家俊的疑惑 在他看来全是装模作样 怎么会是我 这不都是你和苏安安干的吗 张淼淼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硬是拖着自己发暖的身体爬起来 狠狠地撞倒了赵家俊 放你妈的屁 坏老子好事的死娘呢 赵家俊本就是小心眼的人 平白无故遭受这种攻击 第一反应不是了解情况 而是狠狠地揍了回去 这两个人撕打成一团 在车道上滚来滚去 他们两个打红了眼 张淼淼脸上轻一筷子一块 赵家俊也被脑底看不出来原来的模样 我看着这场戏 估算着时间 慢慢地闭上眼睛 和上一世一样的时间 远处传来呼啸的风声 那辆曾经夺走了我的性命的货车 飞驰而来 连着几天的疲劳驾驶 让司机昏昏欲睡 完全没注意到 前面扭成一团的这两人 哼的一声 赵家俊和张淼淼被卷到了车轮下面 世界禁忌 而司机探了探头 由于外面太过昏暗 他什么都没看见 便开着车继续走了 我开了一罐汽水 对着这两具尸体举了举杯 过了一段时间后 电视上报道了一对男女 在车道上被压死的事件 由于他们仅仅抱在一起 还被称为爱情的象征 但很快 强大的网友就扒出了 那个男人已经结婚 对象并不是和他一起被压死的女人 我在认识现场哭得悲痛欲绝 第二天却转头去开开心心的 领了两份保险金 再把身份证给那黑衣男寄了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踏踏实实地办完了拆迁手续 拿着赔偿金和双背衣外险住进了新房 等安定下来后 我准备出国去旅游 认识赵家俊之前 我也胸怀山河大海 总想去看尽天地间美景 而他以爱为名 哪怕只是伪装 也想把我困幼在柴米油盐中 在炸进架子后 焚成一坛灰 做他的垫脚石 这一事 没有了算计和牵绊 我要去寻找那些 我自己真心追求和热爱的东西 你看 今天天气真好 往后余生 也都会好的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